第一 一千零一十六集 石肉骨 叶浩轩又取出了个瓷瓶子 他默默地把手中的粉末倒在地上 只见本来向前爬行的骨早一个个地退了下去 这些东西们有灵质 他们知道叶浩轩手中的东西对他们是致命的 九妹再次冲着屋子里叫了几声 这一次屋子里有了动静 片刻以后 那个小小的木门吱压一声的响了 一个骨太隆重的老太太 拄着一根拐杖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她的脚步很蹒跚 每走一步都好像是失尽了全身的力气一般 她走到了距离几个人几米的地方站定 然后抬起头 眯着一双小眼睛 看着眼前的几位不俗之客 在骨婆看来 所有擅闯她屋子里的人 全部都是不俗之客 包括她平时最喜欢的九妹 还有德高望重的组长 叶浩轩打量着这位骨婆 说真的 他看不出来骨婆到底是有多大年纪了 但是叶浩轩肯定 她的年纪绝对不下百岁 虽然这个地方的环境不好 医疗也跟不上 整个寨子都保持着原始落后的状态 很多人会因为天灾人祸 过早的夭折 但是不得不承认 只要是经受了成人礼之后的人 一般都会长寿的 因为这个地方的环境 不是华夏其他的地方所能比的 大山里的清新的空气 以及未受到任何污染的环境 让这里面的人都很长寿 在月光下 依稀可以看到骨婆满头的银发 徐婆婆 村子里的大牛和春花死了 沉默片刻以后就没开口道 他们两个是死在骨毒之上的 哦 骨婆的表情木然 自始至终 她只吐出了这一个字 徐婆婆 是 是你杀死了他们吗 九妹犹豫了一下又问道 是 骨婆又吐出了一个字 为什么 九妹有些悲愤的说 虽然村子里以前有传统 但是他们还有一次机会的 骨婆不语 她的一双小眼睛里 泛着异样的光滑 她盯着叶好轩久久不语 婆婆 这是外来的医生 终于是她治好了村民们的病 九妹连忙给叶好轩做了介绍 因为骨婆不太喜欢陌生人来到她的家里 更加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道 你不是骨婆 叶好轩突然笑了 理由 骨婆依旧是勾搂着身子 但是她看向叶好轩的目光越来越锐利 不要理由 我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 我感觉你不是这里的骨婆 叶好轩肯定的说 骨婆笑了 年迈的她几乎没有几颗牙齿 人的感觉 有些时候 也未必是那么准确的 村民们认为我是骨婆 那我就是骨婆 你 你 你是谁 族长和九妹也吃了一惊 她也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老太太根本就不是骨婆 因为骨婆向来都是沉默不语 她说话的音节十分的单调 一般情况下 不会超过五个字的 但是她今天的话确确实实的有些多了 你们退下 叶好轩皱着眉头 她感觉要好好的和这个老太婆说道说道了 族长和九妹也感觉到骨婆有些不太对头 族长退开以后转身叫道 九妹 去 叫人来 好 九妹点点头 她转身快速地离开 这些天 一直躲在这老婆子这里 学习她的生活习惯 研究她的起居 还真是让人不习惯呢 骨婆的声音突然间变得低沉了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 而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而且这个声音微微的有些声音 而且她的发音微微的有些不标准 如果是经常和老外打交道的话 马上就能听出来骨婆的声音 其实就是那种刚学会了滑下雨的声音 果然 骨婆勾搂的身子慢慢地开始直了起来 她的身形缓缓地变得高大 片刻以后她的面容和声音 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外国人 你 你是谁 你是什么人 族长目瞪口呆地 看着刚刚的骨婆摇身一变 突然变成了一个人高马大的老外 那种视觉上的冲突 让她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 医生 我想你一定知道我的 来礼吧 老外笑呵呵地看着叶浩轩 恼欲开发者 叶浩轩肯定地说 而且看你的品阶 绝对不是三阶开发者 那种垃圾能比的 你是一级恼欲开发者吧 不可以 是医生 一眼就能看穿我的拼捷 不错 我是一节的脑语开发者 老外得意洋洋地说 我不仅可以模仿变化为 一个人的音容 更能模仿她的技能 所以 这些天你一直潜伏在这里 偷偷地学习古婆的生活习惯 然后研究她的异能 当你觉得 你完全可以取代她的时候 你就毫不犹豫地把她给杀了 叶浩轩问道 正确 因为她完全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了 老外很理所当然的一点头道 当然 这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我最终的目的是要登到你来 现在你如愿以偿了 你已经等到我来了 叶浩轩笑了笑道 可是我奇怪的是 你不是应该直接找上我吗 你为什么会对村民动手 因为 那时 我觉得 你不会在这里待得太久 而我有没有把你 一己逼傻地把握 所以 我制造出来了一些特殊的情况 让你 多在这里待几天 老外笑呵呵地说 呵呵呵 可惜你这个人 实在是太聪明了 你马上就感觉到 问题出在了那里 这需要很高的智商吗 叶浩轩有些无语地说 拜托 你用古婆的古术杀人 而这附近方圆的几百里 除了这里的古婆之外 根本就没有其他人懂得古 你觉得 我不会怀疑到古婆的身上吗 这个倒是 我只是想奴隶地制造出 一些 与你们花下相等的 手段来 可是 我竟然 提前包露了 老外有些自言自语地说 这完全是因为你笨 也好喧嚣的 你们脑欲开发者 大脑开发的容量 是普通人的几十倍 但可惜你们 都并不是天才 大脑开发并没有让你们拥有 牛顿和暗银斯坦的智商 只是让你们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能力罢了 然而你这能力 叶好玄边说边摇头道 说真的 在我看来是要多垃圾就多垃圾 你竟然会度了到去模仿一个老太太 为了杀我 你也是真拼了 说真的 你是我们巫师一举 第一个派出一个 以解开发者来对付的人 老外牙要头盗 为了完成任务 为了成功地把你杀了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费多大的舟者 都是值得的 你具有很强的模仿和复制的能力 你能复制古婆的外形 你能模仿他的生活习惯 不管是从说话的表情 还是生活中的一举一动 都无可挑剔 那么 他的古术 你是不是也可以完全地复制下来 叶好玄突然想到了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真的 有能力完全复制一个人的能力 那么这个脑域开发者 真的与以往的垃圾不同 这种技能是真的很逆天 你说的对 我完全可以复制 一个人的一切 所以 老外一边说一边扬起手道 姑婆的姑叔 我现在基本上全会 随着他的右手扬起来 只见一群金色的鼓 突然在他的身后凝聚 这些鼓显得十分的狂躁 他们扭成一团 甚至相互的吞噬 说真的 你们画下的这些东西 真的让我感觉到很新奇 老外道 这老胎婆可以自由地控制这些小冲子 他可以进入人的肉体 而不让人发觉 就算是用再高科技的东西 也无法监察出来 体内的小冲子 这个原理我想了一天一夜 可是我还没有想到 这是因为什么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暗闪方式 我想在这次任务之后 我要把这些东西 带到我们的总部 然后好好地研究一番 我觉得无事一起的老板 肯定会对这个很感兴趣的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 把这些东西给带回去吗 叶浩玄笑了笑 为什么没有机会 我要做的 仅仅只是把你杀死罢了 这很难吗 老外笑道 说真的 你们这些脑域开发者的能力真的有限 你们甚至还不如那些被开发出来的狼人战士 至少他们的肛蒙 能给我造成一些困扰 叶浩玄笑了笑道 你们的脑域开发者 应该是砸了不少的资金 才开发出来的 虽然你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异能 但是我觉得这些异能大多数 都是鸡肋的 就像是幻化死神的那个家伙 完全是用制造出来的幻象之地 虽然不可否认这些幻象真的很真实 但对于一个 拥有很强感知力的人来说 这真的算不了什么 不过你应该与其他的人不一样 呵呵呵 你说得对 我与其他人不一样 要知道 我可是一解开发者 老外笑呵呵地说 我能复制所有人遇到的一切能力 当然 前提是我能杀死他 杀死他之后 我就会获得进阶 比如说 你现在杀死我 你就会拥有我的浩然真气 也会拥有我的凤魂传承 叶浩轩有些诧异地问 不错 只要杀死你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你可以把这种能力 当作是复制 也可以把这种能力 当作是吞噬 总之 只要你撕在我的手里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老外笑呵呵地说 呵呵呵 在遇到你之前 我战赏过很多厉害的角色 所以我现在的能力 显得乌华霸门的 你要不要试一试 我当然要试一试的 我有种直觉 你是一个真正的高手 你与 以前派来的那些垃圾不同 叶浩轩来的兴趣 他转身道 组长 麻烦你里远点吧 不要让村民们靠近 因为很危险 叶 叶医生 需要帮忙吧 组长听了半天 两人的对话 他听得有些云里雾里的 两人说的话 他有些不懂 什么一街 什么开发制 什么五市一区 什么吞市 不需要 你只要让村民们离远点 就是帮了我很大的忙 这个人是冲我来的 叶浩轩看了老外一眼道 看来湘西的事情 解决了以后 我要到你们的美国去走走了 你们五市一区 一直阴魂不散 已经惹恼我了 哈哈哈哈 五市一区从来不惹恼人 只要是被我们盯上的 就只有死路一条 你不过是个例外 很抱歉 惹我生气了 我会到你们那里 杀杀人放放火 让这个极端的半官方组织 彻底的消失 叶浩轩笑了笑 动手吧 哈哈哈哈 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老外突然一笑 他右手向前一伸 突然念出了一句 叶浩轩有些听不懂的咒语 这个咒语应该是 古婆的技能 这家伙有吞噬的能力 只要是被他杀死的人 对方的能力 就会被他所吞噬 这种金手指很逆天 叶浩轩都有些羡慕了 随着这家伙的咒语念出来 在地上急得团团转的蛊虫 便迫不及待的 向叶浩轩发起了进攻 无数金色的小虫子挥动着翅膀 铺天盖地的向叶浩轩扑来 这种骨 是古婆生前最大的仪仗 它们拥有着数以千万的数量 而且身上含有剧毒 它们平时以尸体 与剧毒为食 所以说毒性是极其的强烈 在这些金色的蛊虫上 有一层金粉 当它们挥动着翅膀的时候 金色的粉末会从它们的身上落下来 形成一团金雾 向叶浩轩铺天盖地的飞过来 对上这档次的撕逼 不用点悬术 是真的有些小麻烦了 叶浩轩右手横平竖直 一个金色的大转 几乎是在瞬间 就在半空中形成 随着它一声轻贺 一团无形的火光骤然亮起 火 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生物的克星 就算是这些蛊虫也不例外 而且叶浩轩的火 又不是一般的火能比 随着这团火光的冲天 一阵阵如同暴如一般的声音 在火目中响起 噼里啪啦的声音 就像是过年一样 这些毒蛊浴火济坟 爆成了一团团的结灰 五分钟不到 所有的蛊虫早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的 就在火光敛去之前 那老外一声爆喝 突然身形一沉 右脚重重的踏在地上咔嚓一声 那厚实的青砖地 被它硬生生的踩出了一个凹坑 纵横交错的裂痕向四面八方裂开 随即它一掌向叶浩轩袭来 这一掌绝逼是正宗的那家功夫 而且这家伙的这一掌的内功 还是相当的浑厚 看这掌势 应该是属于少林一脉的须迷掌法 叶浩轩的身形一沉 一掌还了回去 虽然这老外的那家功夫看起来不错 但是身为天阶高手的叶浩轩 自然是不会把一般的那家高手 给放在眼里的 砰 两掌相交 叶浩轩的身形纹丝不动 而那老外的身形就像是 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向后飞出 直直地飞出了七八米远 把他身后的小房子 给撞开了一个大洞 老外摇摇头 晃去脑袋上的灰尘 他从房子墙壁上的大洞里挣脱出来 向前大步地踏出 他的脚步越来越快 而他上身的衣服突然裂开 这家伙结实的身材泛着铜光 在月色下显得极其的结实 他一声爆喝 上身的衣服轰然炸开 古铜色的肌肉仿佛是要爆炸一般 金钟照 叶浩轩愣了一声 这家伙的实力还真的是五花八门啊 看样子他是斩杀过华夏的那家功夫高手 然后吞噬了对方的能力 不然的话 他是不可能有这么逆天的实力的 喝 老外一声爆喝 向叶浩轩一拳击来 他声容红中 真气在他周身四处 几乎形成了一道道的刚风 叶浩轩向前微微地移他 他的身形骤然化作一道残影 几乎是瞬息便吸到了那家伙的跟前 然后那家伙的身体再次剧烈的一顿 向后猛烈的倒飞出去 这一次 顾婆生前居住的那个小屋子 再也承受不了这家伙的撞击 轰然倒塌 把那老外的身形给埋在了里面 呼 随着尘土飞扬 那老外从废墟中突然涌起来 而他跃起的瞬间 骤然在叶浩轩的眼前消失